救人一命 無損己身 慈濟之工不分日夜在街頭宣導 造血幹細胞 捐贈宴血 人人都是那個關懷小組的 宣導小組的其中一員 所以我們雖然時間 宣導的時間很短 又碰到你看上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在下雨 又冷又濕 可是人人冒著這樣又濕又冷 就在街頭站牌 目前是規劃在明年 參加慈濟的培訓課程 然後現在就比較專注參加社團 因為參加社團 我們可以認識更多人 認識更多人 我就可以影響更多人來宴血見打 有些人就是像我們在打預防針 是不是會有一些的反應 可能痠痛啊 那每一個人的體質不同 反應也不同 那如果說真的有需要的話 醫師會評估 就講著我的使命就是 要不停地去宣導 希望就是勸誰生活化 生活勸誰化 因為我自己還有回病房 知道我的好多病友 我其實都在等到配對 志工在英哥後訓中心 不運分部教室 短短兩小時 41人完成建黨 承擔救人使命 單一新聞 這是美之公 台北報導 是美之公